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女性男性都是极佳的食料材料 既然排骨好处这么多 那么我们在买的时候应该如何挑选呢 其实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 千万不要挑选那些看起来肉特别多的排骨 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占便宜呢 其实这样是亏本的 大家都知道排骨的价钱要比那些瘦肉贵得多 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个排骨上的肉来说 其实它并不是最精华的部分 因为最精华的部分是排骨里面的骨头 尤其是对于排骨里面的骨头来说 在炖的时候就会发现骨头里面是有骨髓的 骨髓才是最精华的部分 如果买肉多的话 也就是花了高价钱买猪瘦肉 非常不值得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这是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